我們接下來講一下ArrayPath就是路徑陣列 路徑陣列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以前的等分等距圖塊 圖塊等分等距 只是說現在把它放在Array裡面 你就不用做那麼多事情了 就不用先把它變成圖塊然後再去做等分等距 所以一次就可以做的對 所以如果說你會等分等距像我們之前特別把按鈕叫出來 或者是這裡等分等距 你如果會用的話那其實它根本就超快的 首先來東西選起來 你可以執行Array 然後跟它講我是路徑陣列 然後我選路徑 它就已經先做出來了 那做出來之後你就可以跟它講說 假設像我這裡 我要先重新設定基準點 因為基準點它現在設的不對 所以有間距嘛 所以我就跟它講說基準點 重新設定基準點在物件身上 在物件身上 那這樣子我先什麼都不管了 關筆 這樣子就放出來了 所以你會看到它預設是複製 它的物件是會跟著那個線段的法項去轉的 那你如果不想要讓它轉 Array 路徑 選路徑 然後設定基準點 然後跟它講 我不要 不是這個 這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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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為什麼沒有轉 對啦 對齊項目 按錯 這個 對齊項目 對齊項目之後 就可以了 中文真的看不通 好 那就不會複製 但是物件就不會跟著路徑的那個法項量去轉 所以其實很簡單 那 預設它是等分 預設等分 其實你也可以設定等距 東西選起來 Rate 路徑 然後呢 基準點先設上去 然後 你也可以跟它講換成等分或等距 好 那 像我現在想等距50 那我先 等距 對不對 然後 減距在這裡 給50 它就是等距 對不對 好 那要不要旋轉物件自己才去設 好 好 那 誒 剛剛那個等分 我們做一次等分好了 Rate 路徑 選物件 然後 我先點 基準點 然後 我設為等分 等分的話就是看你幾等分 好 加上20等分 對 好 那間距就自己除出來 OK 所以等分等距都可以做 好 那 這個層的話 就是也是稍微做一下 反正等分等距都可以做 新的Rate全都可以做 選路徑 點 基準點 好 那現在是等距 80 好了 那你可以跟它講我要幾層 假設有三層 每一層間距 給200 關閉 那也是一樣 我必須要旋轉一下 我才可以看得見 這是三層 OK 所以很簡單 那 起列也是一樣 哈 東西選起來 在等分等距裡面就沒有幾列了 所以你要多列 多列的這個複製的話 你就必須要在這個正列裡面 來這裡 假設我要兩列 每列 每列間距 150 好了 這樣子 那它就是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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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複製出去 好 一樣可以 你要不要旋轉物件 自己設定 好 那比較特別是這一個 這個叫 呃 你的那個切線方向 好 選物件 我先設定幾轉點 好 那個 切線方向是這樣 內定 那 假設像我這個物件是很 是直的 那我切線方向通常會設橫的 如果我設定為水平的 那它就是 如果你要有對齊項目 那就是物件就會跟著轉 好 就是 因為你剛剛設定為橫向嘛 那橫向 橫向 垂直於我的物件 好 或者是 就是你反過來 假設我今天是 切線方向 來你看 我物件是直的 但是 你也給它設直的 好 那就等於說我物件是要倒的嘛 我物件是要這樣放下去的 好 就是你去設定你這個物件的方向 看你想它到底是要 垂直 垂直於我的線段 還是水平於我的線段 那當然啦 你也可以不要垂直水平 好 你也可以說我今天要45度 那就是全部45度 去放在我的線段上面 好 這是等於說你去設定我的物件的 它的方向到底是什麼方向 就對了 好 那 一樣可以選擇對齊不對齊 我就不做了 所以這就是 路徑正列 來 各位自己試一下